你们好吗 我有罪 这个视频我半年前就说要拍 然后就一直拖拖拖拖拖 真的是对不起 啥也别说了 先上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我去年9月底 刚开始用米诺蒂尔的时候拍的 中间这条缝真的是跟河一样宽 我那个时候我的头顶脱发真的很明显 那个空白处逐渐形成了橄榄形状的 这个就是典型的女性脱发的特征 然后第二张图 虽然它中间的那个空白还是有 但是你看它的前后的那个发缝都已经很密了 还是卓有成效的 第二个就是脱发情况真的好了很多 这个是我刚开始洗一次头掉的头发 这个呢是我现在洗一次头掉的头发 对比非常明显吧 当然对我来说最直观的是弹幕 我以前一发视频就有着弹幕说 土土真的秃了 现在我一发弹幕就有人说 你头发好像真的长回来了 可不可以讲一下是怎么长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半年我都干了些啥 是怎么让头发重新长回来的 今天洗礼 我从来没有见过医生那个表情 我以前是看病医生都是那种 你这算什么严重啊 就是那种云淡风轻 见过大场面的表情 最有惊天一区 医生看我照片说 你这也太严重了 我真的是 我心那一下踢到嗓子眼 我跟你说 医生都觉得严重 你是真的严重 我那天看到一个博主发照片 他把我气死 他把他也是那个洗完头 然后他把那个掉的头发剪起来 然后拍张照片问大家说 大家姐妹们看一看我掉发情况严重吗 让我数一下五根 不要但是说自己脱发严重了 真正脱发严重的是这种 是是是这种 是我这种 而且我今天去看那个门诊 叫头发与假病门诊 假病 指甲 所有的患者 只有我一个女的 其他全是中年男性 我在30岁 年轻轻轻的就头发了 医生看了下我的头顶 说头顶有的毛囊 都只剩一根头发了 再不治就完了 我已经拿到我的药了 然后我打算从今天开始 每天都记录一下 看我的头发 能不能成功的长出来 太难了 好了好了 不雅的照片就此打住 拖出老脸去给你们看这些照片 网上哪个美女 会给你们看脱发的照片 不是说自己是美女的意思 我先给你们讲一下 我是怎么秃头的吧 大家引以为戒 说到这个呢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 叫巴厘岛 肯定有人还记得 我巴厘岛那支Vlog 在那个视频里 我笑的有多开心 我现在就多后悔 后悔自己实在是太大意了 每天呢 只记得给脸和身体涂了防晒 头皮没有一丝一毫的防护 我每天在太阳下奔跑 在海里蹦跶 头顶的这块头皮 被晒得滋滋冒油 我回来之后就发现 哎 我头皮被晒伤了 后来呢 又碰到疫情 我整天在家里 忧国忧民 心理状况不是很稳定 作息呢 也是日夜颠倒 在多种因素结合下 我开始疯狂地掉头发 就每次洗澡都掉这么多 一开始呢 我还不是很在意 我想说会不会它之后自己就好了 实在大不了我还可以偏分嘛 把挡住里面也看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 偏分都遮不住 中间的这个空白的时候 我开始慌了 不行 我要看医生 我当时是去三甲医院的皮肤科 挂了一个甲病与毛发门诊 医生呢 看了下我头顶的毛囊 用手扒了两下我的头发 也没让我做其他检测 就给我诊断为休止期脱发 我们的头发呢 本来就分生长期 退行期和休止期 那正常人它的退行期和休止期 比较短 而我的头发呢 是进入了休止期以后 一直停在那了 没有进入到下一个生长期 所以就会越来越少 最后那个医生给我的治疗方案 也很简单 就给我开一种药 米诺蒂尔 拿到药以后呢 我第一时间去搜了 发现这个药的作用呢 就是扩张血管刺激毛囊细胞生长 那很多人提到米诺蒂尔呢 都会提到另外一个词 叫狂脱期 意思就是你在用这个药的二到四周 头发可能会出现大量掉落的情况 我看到以后就吓死了 本来头发就少 狂脱会不会脱成秃子啊 后来我青测呢发现 还好 我并没有遇到脱发明显变多的情况 反正就是跟之前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个体差异吧 但是我同事也了解了 它这个狂脱期掉的头发 就是你本来就应该要掉的头发 它只是加速它的脱落而已 掉多少头发 你之后就会长多少头发回来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焦虑哦 药虽然只有一种 但是它用起来 真的是有点麻烦的 我现在用了差不多 9个月的米诺蒂尔了 真的是有大把的经验 可以跟你们分享 第一点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要坚持用 因为很多人用米诺蒂尔 刚用两个月觉得又麻烦 又看不到效果 就放弃了 这个药啊 你要连续用三个月 它才能止脱 至少要用六个月 你才能看到生发的效果 所以坚持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呢 就是要固定剂量 我现在的用法呢 是一次七喷 每天两次 一次七喷 大家都知道 因为说明说也会讲 你喷少了 没效果 喷多了 它吸收率就这么高 但一天两次 真的没有人跟我说 那个医生也没有跟我说 导致我前三分之一的时间 每天都只喷了一次 我觉得我真的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呢 我这个方法好像无意间避免了狂脱漆 因为有医生就说 最开始的两周就每天喷一次 慢慢地增加剂量 变成每天喷两次 第三就是你要用正确的浓度 我这个药啊 它是专门给女生用的 因为它只有2%的浓度 我后来给小吴买了 给男生用的 这个是5%的浓度 第四 手法也要正确 这个药用起来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你以为就喷喷喷漆喷就完事了 不用管它了 不是 你喷完以后还用那个手那揉头皮 至少要揉三分钟才会有效果 第五个 最麻烦 就是你要好好地安排下时间 因为这个药它每天喷两次 固定时间喷 中间最好间隔12个小时 而且它头发脏的时候效果不好 头发湿的时候效果也不好 喷了这个药还不能做造型 像我现在就是早上起来立刻洗头 把头皮吹到完全干 然后喷药 又等那个药完全干透了 然后再上什么发酵啊这种东西 最后一个经验呢 也很重要 就这个药啊你用的越早越好 当你的头发还有很多健康的毛囊的时候 它就会生长更多的头发 你不要像我一样 都不剩几个健康毛囊了在用 其实它效果就相对没有那么好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无非就是一些辅助手段 比如说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让我多吃含维生素A的食物 还有含新的食物 我以前从来不吃内脏的 我现在时不时会吃点猪肝 还有就是坚果海鲜 这些东西多吃吃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生发酥有没有用 生发酥在科学上面被证明 能够促进头发生长 但是呢我觉得它真的只是辅助手段 就如果你脱发已经很严重了 只用生发酥 我觉得效果可能也不会特别的显著 另外就是洗发水 我洗发水就是很多品牌 冠着用的 然后都会用一些控油的 头皮油质分泌减少了 也会一定程度上缓解脱发 看到这儿 很多秃脱的朋友一定都很心动了 想说我也要去用这个药 且慢 我真心地提醒大家 如果你打算用这个药 最好还是去三甲皮肤科看个医生 因为每个人脱发的情况不一样 就算你的情况 医生让你用这个药 我也有一些话想说在前面 因为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预期 米诺蒂尔不是所有人都有效果的 它那个临床有效率只有50%到80% 很可能你就不信 就是那20% 用了以后没有效果 还有一种呢 它是对米诺蒂尔过敏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你可以换一个牌子试试 如果你换了牌子还是没有效果 真的就别用这个药了 另外呀米诺蒂尔它对头顶脱发 它有一些斑凸是比较有效果的 可如果你的脱发情况是发际线后移 或者是这两个角M图 那收效也是甚微 因为它只能缓解你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 它没有办法让你的发际线往前涨 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考虑一下直发吧 第二个提醒呢 如果你脱发已经超过5年了 那这个药也没什么效果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劝你们越早用越好 还有就提醒一下女生哈 如果你在备孕怀孕哺乳期 不要用这个药 还有很多朋友担心有没有抗药性啊 依赖性这些问题 我查过了哈 没有没有这回事 最后一个提醒呢 是关于停药的 就是我有朋友他停药以后呢 并没有出现大量脱落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是因为雄性激素过高导致的脱发 可能我们就要用一辈子的药了 因为我们体内有个叫二清稿酮的东西 你用米诺蒂尔期间呢 是暂时消除了二清稿酮的影响 但是你二清稿酮的数量并没有减少 所以你停药以后呢 它还是会继续发挥作用 你还是会继续脱发 所以你最好是把用药件事情当成刷牙 融入到你日常生活中 等我们到了中老年 体内没有雄性激素了 可能就不需要再用药了 如果你打算要停药 也不能蒙的一下就停 你要逐渐的减轻剂量 就从一天两喷变成一天一喷 然后再到隔天一喷 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停药以后的狂妥气 好了 我刚刚分享了很多我个人的感受 经验以及一些提醒 但这些东西说实话都比较具体 我个人觉得这九个月以来 我改变最大的其实是心态 我现在的头发跟我以前比 好像确实是多了那么一些 但是你要跟网络上那些发量多的美女比 就还是属于发量少的那种人 我以前也会有点自卑 然后我也会觉得 为什么是我 可是我现在真的就想开了 每个人的外貌各有优点 就是我可能头发不好 可是我牙齿好 我皮肤也还不错 你要找一定都能找到自己身上的优点 我觉得现在网上 就是那个容貌焦虑真的是太严重了 每个人都想要完美 我觉得这个追求是没有尽头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与其在焦虑 你每天掉多少头发 不如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而且你越焦虑 掉的头发越多 我真的不是在恐吓你哦 像每年秋天换季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开始大量的掉头发 但那个时候掉的头发 真的都是暂时的 如果你一掉头发就焦虑 本来要长出来的头发 就被你吓得 长不回来了 你真的就变成秃头了 还有就是啊 如果你真的想从根本上 改变你的脱发状况的话 一定一定要注意你的饮食作息 不要熬夜 不要长时间对着电脑 如果你精神压力大的话 及时去排遣和消解 然后多吃一点蛋白质啊 古物啊 海鲜啊 然后多运动 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这些东西你做好了 它不仅能够改善脱发 还能让你整个人变得 更加的健康和快乐 好啦 人生鸡汤就不多说了 我都牺牲的这么大了 还不值得你们一个赞吗 臭宝给我赞起来 下次我再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再给你们分享 拜拜